1992年12月,叶乔出生在四川双流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中 由于父母重男轻女,叶乔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信心 父母从小就不喜欢他,也很少管他,稍有不顺意的还会打骂他 叶乔受不了这样的家庭氛围,在初二15岁那年,选择了辍学出去打工 父母也并不阻止他,只在他每次回家时,就问他要钱,让叶乔痛苦不堪 独自在外打工的日子很辛苦,但叶乔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有一次,他跟朋友去KTV唱歌,在朋友的怂恿下染上了毒瘾 而这一年,叶乔刚满18岁 随后的日子里,叶乔的毒瘾越来越重,花在毒品上的钱也越来越多 后来,他发现自己没钱了,一个贩毒集团的主犯赵母便告诉他 他也可以通过贩毒来换取毒品 就这样,叶乔走上了一贩养息的不归路 但叶乔跟赵母做事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不但会被严密监控,还会遭到虐待和毒打 他也曾想过,要逃离这个贩毒集团 可赵母以他家人的性命相威胁,让他不敢逃走 2012年2月15日,叶乔被警方抓获 同年4月12日,他因贩卖制造毒品罪,被医生判处死刑 此时的他还不满20岁 而在叶乔坐牢期间,他家中没有一个亲人前来探望 行刑之前,叶乔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献贱父母,二是想洗个澡,可惜均未活着 我们也只能以叶乔为力劝劝大家,远离毒品,珍爱生命 2003年的一天,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正打算收缸回家 但鱼竿拉起来,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 拿给专家看后,专家感叹说这是无价之宝 那这铁王棒到底有何来历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铁王棒即可观看